好的 欢迎来到石油杯的总决赛 这一场的话卡克路想来对上露鸟哥 这比赛中东土豪办的 不得不说他们这个出手非常的豁绰 总奖金好像是100万美金 到了这个冠军应该是50万 就这个比赛你要赢一场的话 就回去感觉财富自由了呀 就买一套小房子然后租出去 说说租 做包租工 美滋滋 光想着我就已经情不自禁的笑起来 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又不是我的 好了回到今天总决赛了 翔的JP来对上露鸟哥的肯 还是这两个人对吧 这个比赛讲道理 现在切八六越来越靠实力 你有实力你真的次次挺进决赛没有问题 这露鸟哥目前唯一真神 上来一套TC命中 绿冲过去对手后后躲开 预判的非常大胆 直接发布命中以后直接跑过去一个中角 中角命中绿冲被下中角点中 先一步来到一个场角 翔哥 翔哥怎么说 下中鸟被防 哇 这个劝反 这个劝反没做到有点伤 路鸟哥跑过去反手再一个头 翔哥扛不住了 有点痛 我跟你们说 日式到高端的局 你绿冲去投别人 他的命中率就会越高 因为在这种高端局当中 大家的按键是很谨慎的 不会轻易的去用自己的拳脚去截的 都要想清楚的 那这个时候绿冲的一个头子的命中率会更高 而且对手用金房的这个次数也会占比很高 这边旋风做了一个推板 路鸟哥怎么说 直接跑过去先一个左阵灯 灯完以后打到康码上清鸟跟一个确认 继续在板边保持压力 这一下被对手打却反了 这些重鸟位置稍微卡的近了一点 现在斗齐还很充足 绿冲以后清空之先点头一下 敢压吗还真敢压 向这边是把手给摊出来了 挑一下逆向下段点中了直接给上一手C 那这边无苦机怒鸟哥要么就是拉后 要么就是按解头论 这两个二选一 然后被对手一个下清掉直接点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以后你看到别人金房你先点一下 中鸟这边直接把斗齐拍空 那这一灯应该是有了 但刚才那一脚空了有点危险 最后是不到一个头 这鹿鸟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做了一个升天的动作 紧张了 这个在板边压力还是很大 为什么突然开始响起音乐了 明明才打爆第三灯好吧 你想什么音乐你以为打完了吗 这导播睡着了 上来中鸟捅中一发直接给C 这个点给C其实不怎么赚 因为自己的斗齐是接近一个满点 所以有点资源上面的溢出 问题不大了 有一个板鸟可以压 看一下想要那边怎么来做处理 中鸟防住 然后下中鸟捅回去 那杰皮这个角色的话说真的 我觉得他在板边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的拳脚很长 一开始都说这是个施法的角色 后来才发现这角色的拳脚判定很优秀的好吧 开什么玩笑 推波 所以怎么说下中鸟跑过去反手交一个反击 这手还是转的 两次换三次 这一手驾招 哇 鹿鸟哥这边动了 他其实不动的话不至于这么惨 他应该是按了什么键 看到打到一个坑 还不是确反坑 这边是OD发波以后直接打出自己的SAR要强打 选择一个后跳躲开 这波鹿鸟哥血转 反手在一个头感觉要有 这边是把对手的一个两次打掉了 滤冲过去一个轻攻击 直接点掉优势结束 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滤冲啊 其实如果你是滑行的第一时间按 它可以造成你一个拳脚的延伸 它可以让它变得很长 人会滑过去 但如果你是在那个滤冲快结束 或者跑到一半的时候按键 它是不会有这个滑行的效果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比较喜欢 卡在一个不错的位置 然后直接发动滤冲以后 第一时间按轻攻击 人会顺着这个轨迹直接滑过去 有惯性 非常有意思 还是有一个区别在的 前攻击点完接一个升红 完了以后绿冲重拳想前走头 只能被反打 反打以后送进墙角 这一波的话 鹿鸟肺有点危险了 头顶一个猎势 选择用驾招先防这一波 再大飞角过来又是一个 已经连续三次了 强势真的敢 我又不理解啊 大飞角过来以后 它每一次都按驾招 然后鹿鸟这边呢 永远都是按下去 但凡有一个点 他选择一个直跳他也死了 高手就这样 他觉得你这一次架火了 下一次不一定会架 那想这边就反吃到而行 对吧 我来三次 你拿我怎么样 我这个人就喜欢跟你搞一些智商了 到我强调以后 这个金房非常nice的一手换边 精准 投到了以后 鹿鸟过去 这边又被生龙凹开 然后鹿鸟再过来 这次选择的是防 又是一个金房 他其实每一次都在尝试做这个金房 大飞角过来 第四次 终于是防住 那如果说没防住的情况下 再补一个价超 好家伙 同墙铁币般的防守 这边还想用金房来做 但实际上卡的并不是很准 两方都有一个CA 但是鹿鸟可这边要追回来的话 这个CA必须得交出去 我感觉不交的话不交 哦哦哦 这边 绿从过来再一个取消 应该是要打CA了 这打CA打出去以后 对手没有斗气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很难玩了 不是很难玩 应该死掉了 结束 还有一口气 有一口气 哎 手上还有一点斗气 有用吗 没区别 哎 只能是自断经脉 这种情况下 怎么说呢 杰鸟这个角色绝对统治力 他可以在中远距离 消耗你的斗气 他跟其他角色不一样 其他角色我还硬的头皮 走过来点你一下 没有了 我这边就头上挂一个猎息战 你怎么说嘛 OD的发布 这边选择架掉以后 左阵灯也不中 这里绿冲差一点距离 哇 想这边差一点 你就可以给到一个缺反的机会 走过去 然后这边直接偷中段 防得不错 金防 重拳 对空 OD的发布 一波推过去以后 又是猎息卡住位置 继续打推进 应该每一次猎息丢出来的话 直接往前压 对手是真的不敢做动作 绿冲的重角 压起身 能踢两脚 假动作骗 有骗到 但是 自己也跳起来了 这一场 大飞脚过来又是一次金防 好 我觉得这个 JP他的金防收益非常高 因为他非常需要把对手推开 然后再做压起身 如果你能把这一点做好的话 他确实对于局势来说太有力了 先露鸟哥得考虑一下 自己的这个大飞脚是不是还要多用 但是这个角色 如果你不用大飞脚的话 你怎么打后面呢 这边还想架 这一次的话 后手没有摊手 那露鸟哥那边是拿到一个版篇的机会 选择推波 先做一个试探 看看对手有没有跳的意思 那翔这边基本不跳 很少有阶段跳 基本上你只有拉到特别近的距离 他才会考虑来跳你阵向 哎对 就是这一下 我觉得卖血出去也是能接受的 然后绿冲以后这边 赶紧把位置拉开 选择一下架招 回一下自己的斗翅 露鸟这边斗翅已经不多了 挑递翔 对手有一个 这个游戏说真的 跳你上车 太危险了 哇 哈哈哈 这个架招 这边也是用架招挡住你的一个 蹦 那这样的话回斗翅回的超级多 我现在版边的话 更加喜欢用这个架招去对对手的蹦 这样多回两个斗翅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如果你只是一个蹦打回去的话 你的斗翅也要少掉将近一格半 有时候没斗翅的话 尽量还是用这个架招来解决 会比较好处理一点 其实用其他 哇这一手 这个很难的 他在架招取消后以后再补了一手架招 说真的我打过十架 我知道 这个架招 如果说你一松开以后 你很难会有第二反应 所以我再去按一字架 这个第二反应其实很难的 我试过可以用架挡对手的第一波 但是第二波再一个蹦过来真的很难反应 来了 鹿角这边充值了被对手点开 再飞一个正面 对手中弹 被对手中拳拍了一下还好 没有中拳挥过来中拳挥过来 那就半条命没了 直接反击把对手去做一个推板 还能这么晚 所以这个角色这个思路确实可以啊 你又反击把对手推得很远 然后对手又要开始考试 尤其是对手这种绿冲被你抬一次 你知道有多伤吗 哎 对手这边也没斗斥了 感觉局势依旧在祥哥这边 送到板边 祥子一打 这一手推个波还推中了 好消失 这边还要选择起跳以后打到一下 不过落地以后被对手抢了 刚才我觉得跳到那一下的话 感觉是有知会 他这样是来到了第四局 开场没有行动 弄到这边 下中了没有打到对手的收招 要抓那个JP的手招 有点难 这边又被加大肥脚 哎 大肥脚固然好用啊 但吃这一下还是不太好受的 到了一个墙角 这边轻攻击拼到一个香煞 绿冲出来 我就在怒鸟河那边按键 已经有点犹豫了 很怕再被加 点冲 神龙再往前追 绿冲这边继续按 想这边没有按任何驾招的意思 压起神这一下我是不介意 哇 这个蹦 绝望一蹦啊 这把对手打进绝望的那一步 不是他自己绝望 下中拳对空好反应 在箱子打完 鹿鸟沉的往后退 这一波能不能守得住啊 守不住啊 跑起来一个大飞角又没中 被控死了这个距离 想就回然不动 我在这边站着 你这一脚我就吃着你打不中 有点准 上来直接绿冲以后 投则很怪对吧 你绿冲中拳也打不中 你绿冲投则也投不到 那这个人到底在按什么防守 又被架 反手再投回去 翔子一打又开始了 这边想要抓对手绿冲 然后对手这边中途刹车 选择一个大飞角 翔这边依旧有反应 去做一个蓝房的架 哇 帅爆了我靠 这一手连到后市 有一个板边可以压 弄了这边 头到了这一下 关键性的一击 把自己抢救回来了 他这样的话不致死 自己手上还有一个三气在 有翻盘点 看一下 我现在觉得翔这边压力还是会有 下重了这边 过去命中以后一套TC 这边应该是不会交CA的 再等一下 选择一个投则 翔那边动气控的真的太好了 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动气都是满的 对手想要去把他动气打开 打空我觉得都有点费劲 那边在做连续的斗气 掰运 这样对手还有一点斗气 完了 完了 哈哈哈 诶 这下联防了 问题不大 这个真的很尴尬 因为对手在挨打的时候 他是有在回斗气的 回了一点 那正好那一点以后呢 你一个这个 蹦推上去的话是打不空 给到一个机会 然后起身抢到一个头 那个头是最关键 总权给到康 然后滤冲过去 给到最远 中鸟 这个连段 再相知打完 看一下 诺鸟这边要怎么来冲这个 猎蜥 直接冲的滤冲被扎掉了 这里OB是专门用来打你的一个滤冲的 大飞脚还是架 想那边也已经想明白了 看到所有的大飞脚 基本全都是暗架 再绿冲 中角直接点掉 横路角好痛 交掉了大半晚去打不过去 我觉得JP这个角色的拳脚 可能需要虚弱一下吧 太猛了 一个本来就很难晋升他的角色 你看看他整这么猛 有点过分了 这边又架到了 架到以后 打到一个雀反康 这边做一个搬运 直接选择戴上一个SAR 死了 死了 我打批 而且鹿鸟哥这边头很痛 他鸟哥真的头痛了 自己的 自己的大飞脚 感觉飞过去每次都是我择我自己 对手虽然没有升龙 没有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好像择起来更加吃紧了 这个比赛没有结束呀 想要是败者组打过来的 你们直接开始采访啊 来了给他跳了 好了 重新做一个reset 这样的话 鹿鸟这边还是有机会的 把自己的一个进攻结构调整一下 但我觉得 如果你把啃了一个大飞脚 要给他封死的话就 挺弹的 但现在就实际上来看的话 对手的一个金房命中率也没那么高 他只是鹿鸟哥那边大飞脚出的足够的多 情况就点中 然后升龙冲过去选择头则没中 跑过去被抓 抓完以后烈士又打好 看一下鹿鸟这边选择蓝防 先把这一波顶过去 两个人在中距离的话 应该还是要等鹿鸟哥先手 中脚没中 绿冲过去 骗一下对手的一个结 但对手真要结 按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会被打掉 这一次大飞脚还要试是吧 这蹦都过来了 这次根本架都不架了 哦呦吃到一个JP的蹦 这游戏感觉就已经输一半了 这边选择一个架招 过去以后下段戳完两发 中拳又摸到 这终于是轮到鹿鸟哥打进攻了 还是在骗对手 对手起身那一下很少会出架的 鹿鸟哥在这一手去骗 我觉得用处不大 但是他也考虑到对手起身 确实一直没怎么架过 说不定这一次架了呢 就有机会了呀 但是并没有等到这一下 到了第二灯 上来中拳直接做一个取消 这一下上来的一个斗气 会给他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鹿鸟来了 过去到底是头还是打 你猜 卡在这个位置想干嘛 骗一下对手 还是用骗的 对手这边完全就不吃油盐不尽 今天想这边看得很透 我觉得完全不慌不乱 对手这个绿冲 这个绿光一亮 自己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等你自己去骗我 在这个板边 下中了戳中 先一步到一个墙角位 神龙没有带C 这边必须要留一下 好直接奔上墙 但可是打的不是一个缺反抗 但应该也可以死了 还流了一口气 你会不会此刻感觉有点慌 好了 最后是前前以后 清空之点头带走 然后今天打的就是一个完全的后手 慢慢等智慧 等到你自己犯错 也不说你犯错 等到你主动打我 我找一个反击点 冬球磨完以后 绿冲过来 轻攻击先一探 往后去打一个下中鸟 抓蓝洞也没中 想要这边蹲得很死 这边终于是轻攻击点到了 但是轻攻击交一个CA的话 这个修正会有点大 只能说给自己回点斗志 会怎么做 下一波 过去中掉先压 往后拉开 这边越打越谨慎了 这边没有冲得很凶 没冲过来 这边还在骗 你是准备要骗多少次 我感觉你自己都要骗进去了这里 金防以后 打到一个高点 然后落地直接反投 紧强了 重拳再一扎 直接给上CA 这一手CA打完以后 就是生死一则了 这个生死一则 怒鸟哥起身会这么做 直接来个生龙 跟他拼了 但这个距离应该是没什么机会 我加加 再来 啊哈哈 延迟的重鸟出手 打财 咬死 他太会了 这个人 他知道你这一刻你在想什么 他也没有用这个直跳的方法来打 他用是街霸舞的那种打法 延迟一拍的一个重角 就专门打你一个解头 无论是你解头 还是你抢招 都得中这一下 像我们一般比较菜的人 去打这一手拆头 就会选择直跳了 但是翔这边还是比较大胆 他对于自己的一个增感比较有信心 来第二局 翔这边把怒鸟哥拖到白折族以后 已经来到领先了 怒鸟哥又是荡然无测 这边绿冲抢到一个头 要往前压吗 轻角直接复后 啊 确实这很难偷到 很难偷到 你像想满脑子都在按驾招的话 你要直接蹦到他应该很难 前面又架刀 我都是完美金方 呵呵呵 节奏感真好 中拳再推一个波 下中拳拼到香杀 这边过来 大飞椒又是一个金方 哎呀 今天是金方吃满了呀 全是完美的架招 然后再做了一套浮空连 直接带走 哎呀 香真的是 他的这个架基本上是用来做确认的 怎么说 就是你看到对手的一个动作出来以后 再去按这个架 就跟我们去赌命去猜的架肯定是不一样的 跳中角这边 TT直接过去以后 一波又来到墙角了 这边应该还是要再补一个想止没有 选择再做一个安全跳 直接反击送回去 中鸟再压打对手斗气 这边第一时间已经做了后跳 想要把对手关回去 但这一下是没能关成功 给到鹿鸟机会了 鹿鸟打完以后 这边对手手上还剩一个斗气 这一个斗气 他应该是要想一下办法的 这边按加重 圣龙没有 没法生 接下跳中鸟的判定生效有点快 再一扎 再一扎 带上C 鹿鸟 人没了 鹿鸟打到后来 真的是 就是一直来骗来偷袭 一直在看 一直想等对手的驾招 但是 翔这边做的最好的一点 他并没有盲目的按过任何一下驾招 全都是看准来按的 这点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佩服 他的集中力非常的强 不是说我在那边 感觉你要按了 然后我就去按加 哦 这里有一个反奔的机会 鹿鸟可以先下一层 中拳 旋风 完了以后到了墙角 轻功之电丸 升龙 打完以后这边 哟哈哈 赌命架来了 洗身第一时间按 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架装用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JP这个角色真的很厉害 每一次倒地都会让你感觉到无比的痛苦 头顶上的那两个裂隙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传个人下来还是会爆炸 都会让你无所事 偷地波再压 中拳摸到康 然后接个连段 做一个安全跳 中拳再拍拍 拍得你头痛 我跟你说 鹿鸟这边 再吃一发 SAR 哇 这个连段有点过分了 怎么这么痛啊 还有一个后续的压 鹿鸟就没动过 他按了 驾招了 他按了 他按的时候是等到对手的一个头 他忍了一辈子没按 他按的唯一那一下就直接被对手抓掉了 压迫力真的太强了 我就想怎么有自信 可以一直这样把自己的连段不断的压下去的 对手当中任何一下插一个生龙出来 自己可能都会丧失这一波优势 这一下 选择了一个蹦 直接被反抓 哦 怎么还按了个暂停 应该没什么关系 正好在放动画 还有一气载 直接冲过去以后 防 再一个跳 按 这一下 很可惜是跳了一个逆向 但是没按中角 那问题也不大了 这一灯感觉是有了 想到这跑过去又是结束 好了 依旧是降了一个赛点 2比0 开草先一个金房 秀一下肌肉是吧 这边抓到对手的一个收招 露鸟哥这次大飞鸟过去 直接被抓收招了 踢都被踢到人 他是想留一下距离去骗对手吗 我感觉怎么想这个人油烟不尽呢 他金房这么准对吧 那这下大飞鸟我故意不踢中你 哎 看你按不按那个架 你还没按 完了 你真的踢到脸上又按了 要死了 结果是没法玩辣配哦 而且他现在手感越来越热 你每一次大飞鸟过来 我都能够驾到 我这手感有点爆炸了 我只能说 我这边 做了一个奇怪的取消 把自己的豆漆烧完了 弄鸟哥 弄鸟哥这边怎么说 啊哈哈哈哈 直接被装脚去了 他最后已经迷茫了 就贴着脸一个大飞鸟过去了 飞完以后 当场去世 哇哦 今天这个 小的表现 确实有点令人感觉有点惊喜 整个人的一个禁忌状态已经拉满了 对于对手的这一招打过来中还是不中 判断特别清楚 他不是说 我很盲目的 就你打过来大部分的招 我都想用金方来打你 他会有所调整 有时候我会拉一下距离 让你打不到 有时候呢 我会选择去做一个正面的对空 然后去挤 那有时候呢 我又会去架 对吧 对手是真的很难摸得到头脑 你跟那个大鸟哥打到后来 基本上就是在开始摸脚 在骗他 我故意放一些摸不到你的招 看看你是什么状况 这对手真是什么都没有按 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你们知道我们打的时候 这个他要冲过来了 那我都是机械条件式的反应 他每一下的一个决策都会经过思考 都会经过一个判断 并不是说 我觉得我很能嫁 我就一下一下全嫁回来 那很容易被对手去骗 但是他这个经验上面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 照这样子发展下去 JP这个角色 档位又要上条了呀 最后也是恭喜一下 翔啊 这边是把这个奖金捧回家了 这个奖杯不重要 关键是那个奖金真的是太诱人了 财富自由 啊 好了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